大家好,我是中國醫藥大學護社醫院皮膚科主任徐志榮 甘鹼這個病雖然名稱當中有一個顯字 但是它與眉群感染的顯病並不一樣 它本身不是一個感染性疾病,所以它不具有傳染性 那甘鹼是一個什麼樣的疾病呢? 甘鹼是一種主要表現在皮膚的發炎性疾病 它會造成病患身上產生許多 大大小小帶有銀板皮屑的紅色斑塊 這些病灶會造成病患身體上的刺氧不舒服 以及社交上的障礙 由於甘鹼是一種慢性的發炎性疾病 所以它的病患會滿腹部好好壞壞 這樣的一個病患常會導致病友們對治療失去信心 但是如果甘鹼不好好治療的話 甘鹼不只會影響到皮膚外觀而已 還有可能會引起關節發炎疼痛 以及引起心血管疾病的產生 由於現在的醫學進步 對於甘鹼治療 我們已經擁有許多的武器 例如患用藥物治療 口服藥物 照光治療 以及生物刺激等等 病患其實只要好好配合醫師治療及追蹤 雖然這個疾病沒有辦法根治 但要擁有一身與正常一樣的皮膚 並非不可能的事 大家好 我是中國醫藥大學 副社醫院皮膚科 吳伯仁醫師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 甘鹼這個皮膚疾病 甘鹼是一個以皮膚為主的一個 免疫性的全身性疾病 它除了影響到皮膚以外 會影響到關節 甚至眼睛 以及代謝症候群 而且甘鹼會造成很多心理的問題 那甘鹼的類型 並在上個護照 那第一種是尋常性的甘鹼 這類病人占甘鹼最大的部分 那少數有低狀型的甘鹼 或者說是紅皮症的甘鹼 或者濃泡性的甘鹼 甚至是在一些關區處所長出來的甘鹼 所以皮膚的人到底是不是甘鹼 還是要跟皮膚科醫師來做一個質詢 除了皮膚病以外呢 甘鹼第一個好發的變化 就是關節的部分 甘鹼性的關節一般來講 大概在我們甘鹼的病人 大概有5-30% 通常在好發十年左右 就有可能會發生 那也會合併指甲的病變 那有時候甚至於會有 眼睛的問題 比如說是烘彩炎 那什麼時候我們要懷疑 我們甘鹼性的關節呢 那當然就是我們甘鹼的患者 覺得說我們臀部 腰部或下背後 合併一些翻身起床的困難 或說會有關節僵硬 行動困難的情形 以及一些像手指或膠質的疼痛 腫瘡 這些都有可能是甘鹼性關節炎的症狀 至於說甘鹼病人 他的肥胖的比例 通常是比一般人高兩倍左右 血糖、血脂、血壓 也比一般人高出非常多 另外的話甘鹼病人 通常也會有憂鬱的現象 接下來我們講的是甘鹼與抽菸的關係 一般沒有家族遺傳的病人 如果他得到甘鹼機會是1的話 如果說他有家族遺傳的話 但是沒有抽菸大概是5倍 如果說他有家族遺傳又抽菸的話 他得到甘鹼的機會是沒有家族遺傳 而且不抽菸的患者9倍之多 至於喝酒方面 有喝酒跟沒有喝酒的差別 也大概是1.2倍 但如果加上抽菸 一樣是大概是2倍左右 在體重方面 肥胖而且抽菸的病人 他得到甘鹼的機會是一般人的3倍 那至於說壓力方面 會不會影響到甘鹼 也是會的 壓力大的患者 得到甘鹼的比例是5倍之多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好好的改善甘鹼 不用吃藥也不用打針呢 有的 最重要就是要運動加減重 那運動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他可以維持一個適當的體重 降低我們代謝症候群的機會 那他也會降低壓力 那這兩點我們剛提過都會影響到我們甘鹼 那另外運動也可以調節免疫力 所以說運動對我們甘鹼是有很大的好處 當然如果是一個甘鹼性關節炎的患者 那在考慮運動方面要選擇比較不傷關節的運動 那在外國有做過特別的研究 運動在合併挺重的話 只要每週三次 每次40分鐘的運動 再加上食量的話 是一般我們休息代謝率的0.8倍的話 可以降低過重或肥胖 肝癌病人的疾病嚴重度 所以我們的結論就是說 假如我們可以維持一個良好的生活習慣 我們可以多動、少吃、不煙不酒、不熬夜 再配合醫師的遺囑 相信對你們肝癌的控制與治療 會有很大的幫助 大家好 我是中國醫藥大學附身醫院皮膚科醫師科維利 今天要向大家介紹甘鹼的治療方法 甘鹼的治療方法分為四大類 分別是外用之劑、照光治療、口服藥物以及生物之劑 醫師會根據病人的嚴重程度以及臨床情況 來選擇最適合的療法或者是組合方案 當病造的面積比較小的時候 醫師會建議先用外用的藥膏擦 也可以搭配照光的治療 那如果病造的面積變大 病情惡化或者是有伴隨著 關節炎的情形 那則考慮要加上口服的藥物 或者是使用生物之劑 甘鹼的外用藥膏常用的有四大類 分別是類固醇藥膏、維他命D類似物、A酸 以及Calcineurine inhibitor 設施一種非類固醇的抗發炎藥物 目前是以類固醇藥膏以及維他命D類似物為使用的主流 目前也有合這兩種成分的抗防藥膏 甘鹼的照光治療則有紫外線B光治療 紫外線A光光化學治療 以及純分子雷射這三種選擇 目前是以紫外線B光治療為主流 甘鹼的口服藥物則有三大類 包括了滅殺除鹽Methyltrexate 新定康癩Acetrating 環包磷Cyclosporin 醫師會根據病患的肝腎功能、血液的檢查 還有血脂防止來選擇最適合病患的口服藥物 一旦服藥也會定期抽血檢驗以確保用藥的安全 目前健保關於核准使用生物之劑的規定 是用在慢性且中置重度的肝癡患者 所謂的慢性是指六個月以上 中置重度則是指嚴重度趴息分數大於或等於十分 另外需要照光滿三個月 而且每週要照兩到三次 另外還需要使用兩種的口服藥物 而且要各滿三個月 治療肝癡需要持之以恆 在醫師以及病友的互信互助下 是可以重拾良好的生活品質的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